因为我们的课程呢 我们在样式上是使用SaaS去开发的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UniApp中 如何去使用SaaS 首先我们去安装完HX之后呢 我们是不带SaaS插件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我们的Style中 我们去声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SaaS 我们声明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控制台 会告诉我们预编译器错误 说我们的代码呢 使用了SaaS语言 但是未安装相应的编译器 那么让我们去安装 那么怎么去安装呢 首先呢我们先点击工具 工具栏呢 我们找到一个插件安装 在插件安装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安装很多的插件 其他的插件我们先不用去考虑 我们再往下面翻 找到一个SaaS编译 然后我们点击安装就可以 点击之后呢 我们的SaaS就开始安装 然后安装成功之后 会提示我们插件安装成功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就行 现在我们再去保存一下 我们的页面 我们随便编译一下 然后我们去保存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页面就正常保存成功 在UniApp中使用SaaS啊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按一下插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了 那么接下来呢 看一下我们SaaS的一些基础内容 在这里呢 我们不会去讲SaaS很多的内容啊 我们只把SaaS最简单的一些应用 跟大家简单的去讲解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当天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小demo 我们把我们的小demo呢 去转换成我们的一个SaaS的语言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SaaS在UniApp中啊 我们如何去应用的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页面结构啊 我们的最外层 是一个content的一个class 然后里面呢 image上面会有一个logo 我们的一个logo的lane 同级的呢 会有一个text arrow 然后我们的text arrow下面呢 会有一个tetle 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层级 那我们怎么去用SaaS 去改写一下 我们当前的一个样式呢 我们首先 在我们的content呢 里面会有一个.logo 这是我们SaaS的一个 最清楚的写法 它可以使用签套 去书写我们的一个样式 这样呢 可以更清楚的去表达 我们代码的一个结构 然后看我们的logo下面是什么呢 跟它同级啊 我们写到它的同级 同级呢 会有一个text arrow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到这里 然后下面呢 会有一个titl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很清楚的去表达了 我们模板的一个结构 对吧 我们的content下面有logo logo同级的是它 它下面有一个title 对不对 然后再把我们的logo的样式 我们给它拷贝过来 我们拷贝到这里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呢 同样我们拷贝到它的层级下面 最后是一个title 我们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把这些代码我们删一下 这样就是我们SaaS的一个结构 一层套一层 然后去Chrome去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效果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然后我们点击审查一下元素 Content 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logo 我们的结构啊 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 它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最常用的 去表达一个变量 比如说当前有一个200rpx 200rpx呢 我这里用了很多 所以我不希望啊 写这么多的rpx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变量 我们的变量怎么定义呢 我们使用dollar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jowat 给它一个宽度 然后是冒号 冒号什么呢 冒号我们的200rpx 然后给它加一个分号 千万不要把分号忘掉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量 变量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替换到我们的一个200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看我们的效果 没有任何的变化 现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变量值 去改一下 现在我们不需要它是200了 我们需要它是一个500 对吧 500px 然后我们保存来看效果 它会变成500 相应的就去变大 这样是不是就很方便 改一些我们一些 同样的一些值 我们可以去做到 那么现在呢 在我们的content的后面 我们去加个box 这个box呢 我们给它一个红色的边框 那么我们怎么去写 我们的box呢 我们把它写在哪里 我们写在content里面 点box 我们去写 但是你这样发现 我们的层级是错误的 对吧 它是在我们的content的下面 肯定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表示 两个同级的呢 而且又不需要我们 把它写到content的外面 我们可以这样写 这是同级的 这样写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呢 可能会跟我们的sus 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把它写到里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 这个符号 然后我们加个空格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它表示的就是 我们的一个负极 这样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 去写我们的一个样式 我们写给它一个border borderEPX红色 然后一个使心的边框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把这里还复原到200 看一下我们的边框 有没有生效 可以看到我们的样式 没有生效 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是因为在这里 我加了一个空格 加完一个空格之后 它就变成什么了呢 它就变成了 我们这么一个写法 content 然后空格 在我们的样式里面 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所以它是不对的 那么正常 我们怎么去表示呢 我们要表示一个 统计获取的选择器 我们这里是不需要 加空格的 我们直接 点content 点box 这表示是同一个级别的样式 这是一个统计选择器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空格去掉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边框是生效的 回到我们的代码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们SaaS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使用方式 我们还可以去使用SaaS的 好多的特性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函数啊 一些表达式啊 我们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就不详细的去展开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去了解 我们SaaS在UNIAP中 怎么使用就可以 可以